好 之前先是矽谷银行嘛 美国 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 蹦一下这个瑞士信贷又爆掉了 所以焦点集中在这里 但是美国也还没结束 我问一下委员 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台湾吧 委员上个星期就先告诉大家 有没有我们台湾铺险呢 多少1550亿嘛 这个刚好遮住是不是 那根据了解好消息 我们都没有这个壁纸产品 都没有 我们手上有的都是怎样 有价的 不会是壁纸 那触发了亚洲 部分亚洲银行 这个一级债券 创纪录的崩错这个下跌 那香港这个东亚银行 票面利率 我们看到这个5.825% 永续美元的票据价格下滑 都有下滑 所以你怎么看的 人家美欧都在爆雷 我们台湾会爆雷吗 我们现在就进入经济学教室 我跟他报告一下 额外一级债券叫AT1债券 它有个另外一个名字叫Coco债券 Coco Convertible 然后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und 叫Coco 为什么要Coco呢 就是当经营状况不好的话 这些债券可以强迫转换成股票 那股票已经快变壁纸了 所以这个债券转换成股票的时候 当然就是壁纸嘛 它的被称作壁纸债券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种债券还有第二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它永远不还本 永远只付利息 所以它等于是股票一样 只是股票没有办法有固定的利息 但股息不会固定嘛 但这个债券是可以叫做 平常会有一定的利息来付你的 那所以你看东亚银行的永续美元票据 就是股本不还的 然后只凡利息的到时候都会跌成壁纸 原因就在这里 那不过瑞幸出问题跟美国伊朗出问题 是完全不搭嘎的问题 它是瑞士以及它经营风格本身的问题 它最糟糕就踩到什么地雷了 因为它明明知道 它经营的都是那种非常有钱人的客户 一般人客户不是他的客户 都是很有钱人的客户 他有钱人的客户他帮他保密 所以保密到家 比如说我们以前有个前总统 比如之类的 是这种特殊的客户的 那先问题了 他这一次配合什么 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富豪 结果把其他的富豪都吓坏了 拼命把钱移到北的地方去 就高端资产大撤退了 对 大撤退 那大撤退里面 他早期的这些资产又不是很理想 所以情形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矽骨一囊很像 很像 他本来名声都不好了 因为他涉及到了 这个保加利亚政府的洗钱 涉及到了 这个莫山比克走私的问题 这些丑闻不少 丑闻很多 所以信用上本来就 Credit Suite 已经No Credit Suite 已经变成状况了 那现在又卡到了 俄罗斯的富豪的问题 所以他早在去年开始制裁俄罗斯的时候 就开始摇摇晃晃的 他已经晃很久了 他跟矽骨一囊突然直接晃倒了 不太一样 会不会晃到我们台湾 我不能讲太多 不然到时候 对对对 就影响到金融事序 我已经不断的告诉大家 有这个风险在 那金管乐也承认有1550亿 的一个铺险 只是他没有讲说是银行 还是金控 还是人寿保险公司 因为有资格买 这个都是几家而已 今天讯息中有稍微点到一些 但这些公司都有跳出来 发布好消息 没问题 很安全 那就好 我乐意看到这个东西 你也希望台湾是安全的 我希望 那如果是央行报道 比较没有关系 央行没有人会挤兑 好 这个委员同步谈一下美国 我们看完欧洲瑞士的状况 再来看美国 疯狂拆弹 但是美联储公布了一些 我们看到贴线窗口 那个数字不是非常的惊人吗 那在这个 美联的存款 这个保险银行 FDIC 纽约社群银行 这个子公司 这个齐心银行 以27亿美元 并购了这个标志银行 Signature Bank 然后另外呢 我们看到华尔街巨头 也投入了这个300亿 去救这个第一共和银行 对不对 但市场一律还是没有消除 因为很多这个投资人说 虽然是要保证我的这个存款 但是我领钱要48到72小时 钱到不了 那还有个富国银行 也传出爆雷 之前你看到真是有够雷 除户电子银行 ATM查询 余额突然变成零 把大家真的快要吓昏了 那富国银行说是系统问题 有没有 电脑袖斗 那外界认为这其实是怎样 一种手段 阻止你挤兑 这样不会很蠢吗 你阻止了挤兑 但制造了恐慌 对不对 我存了500块钱 在那边突然间变临 你不是下风才怪 赶快杀到这个银行的门口 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手段的话 这请问一下 这有没有过过脑子 然后导火线说是这个巴菲特公司 突然清空了手上 富国银行的股票 所以大家就知道 现在真的是 这个像惊弓之鸟一样 一点点讯息会把大家吓得要死 那这个真的是够吓人吧 前面报了好多家 现在又突然一个富国银行 你去查询你的余额全部变零 你会不会吓到风 是不是 然后巴菲特据说 拜登团队多次去找巴菲特谈话 焦点是他的团队 可能会以某种方式 投资美国地区性的银行业 找巴菲特来救吗 然后最近的这个 这个很多灾难还没有解决 第一个大部分 调了一大堆都是这个负面平等 这个平等对银行非常的重要 然后你看到这个 纽约油价也大跌 欧洲三大股指上周 也是大幅的这个下挫 相对的金价大涨 那彭博有一篇报道说 美国特别是中型银行联盟 非常的恐慌 要求监管机构 为所有客户的存款提供 两年担保 超过25万美元的上限 以避免受到影响等等 大家叶伦早就说了 不可能帮所有这个 全美国的这个存款 都提供保障嘛 前面先报的比较有保障 后面后报的没有保障 所以怎样 后面还要继续报吗 我以为你来看 这个炸弹什么时候拆得完 拆得了吗 我觉得大陆的外交部 应该在写 美国的民主状况的时候 要把这个写进去 怎么说呢 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美国联邦准备银行 提了一个监管法案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一直判断说 美国不会有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 它监管非常的严格 但是它的标准说 有500亿资产以上的银行 就内入监管 结果呢 2017年 就有某几个伟大的参议员 跟中议员 就提修法 把500亿美元往上调到250亿美元 才需要这种一级监管的 这种银行 那一级监管就是 复国银行就是一级监管 然后你想想看 矽谷银行为什么会逃脱监管 就是它的资产刚好2000亿 它从500亿拉高到2500亿 刚好跨过去 换句话说 这个就是金竹找了议员 议员去推动修法 放松监管 那问题就出来了 那几个议员 要不要站出来 给大家亮相 给他看一下 瞧一瞧 那现在他把责论 通通推过给川普说 你看看 2018年就是你当总统 所以推给川普去 川普说 那是你们修的 很多民主党议员在里面 所以这样互相推 就表示美国的民主出状况了 本来银行就要受 做高度严格的监管 那有事情的话 政府要负责 这基本上是两条 很重要的原则 那怎么会找巴菲特 巴菲特又不是美国总统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免购网站订购